地球气候危机正在加剧,请做好准备 下雨有什么稀奇的呢? 但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下雨了,就稀奇了 8月份在北极圈附近的格林兰岛上下了一场大雨 降水量高达70亿立方米,大约是500个西湖的水量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气象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这次降雨可谓是震惊了气候界的研究人士 这次暴雨导致格林兰岛上的冰川 日融化速度相当于往年平均水平的7倍 大约可以融化560亿立方米的水量 这相当于我国黄河的平均年净流量了 大家不要认为北极的事情距离自己还很遥远 影响不到自己 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一气候现象预示着它将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格林兰岛的问题 格林兰岛是世界上第一大岛屿 面移达到216.6万平方公里 一直以来,这片岛屿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冰城 冰盖面移高达180万平方公里以上 是仅次于南极洲的全球第二大冰川 如果它上面的冰川全部融化 那么全球的海平面将会被抬升6米 科学家预计海平面上升1米或是更多 将对主要的阳海城市 融解更多冰雪的恶性循环 南极和北极圈内的降水通常是以下雪的形式出现的 如果下雨,必然是因为温度够高 当地观察站记录显示 8月14号之后 零度以上的气温持续了9个小时 这样的温度是非常罕见的 2017年的一份数据统计显示 从1994年到2017年的24年间 地球上的冰川大约融化了28亿吨的冰水 地球海平面正在上升之中 2019年12月《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 现在格陵兰岛冰川融化速度是1992年的7倍 过去20年 全球海平面上升的25%是源自于这里 科学家们几乎可以肯定 至1970年以来 全球海洋一直在持续升温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海水吸收了人类活动产生的多余热量的90%以上 更令人心计的是 至1993年以来 海洋吸收热量的速度翻了一番 由于地球变暖 2007年至2016年之间 南极融化的冰量是十年前的三倍 北极格陵兰同期的冰量 减少也增加了一倍 PCC2019年报告显示 最快估计到2100年 全球平均海平面可能会升高1.1米 鉴于报表发表之后 又有更多的南极冰川融化的发现 因此预估海平面上升幅度 可能还会再增加10厘米 海洋水温升高和高寒地带变暖的影响 将变其世界各地 无论是纽约上海伦敦之类的大都市 还是湄公河之类的热带农业三角洲 都无可幸免 海水温度升高 会导致热带气旋 海洋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破坏力更大 现在百年已遇的极端气候频发 已经开始出现千年已遇的极端气候现象 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气候灾难将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下一个世界 一些岛国将不复存在或无法居住 洋海国家的海岸线将必须重溃 内陆地区的洪灾将更加凶猛 破坏力将增加两到三个数量级 冰川融化还会改变水力发电的基础 因为江河的水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即使您生活的世界是在内陆地区 海洋和冰冻圈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 气候系统变化也会影响到您的生活方式 和可持续发展机会 地球上大量的碳储存在 世界上永久性的冰冻地区 例如西伯利亚和加拿大的北部 如果碳排放继续增加 大约70%的近地表永久冻土将被融化 到2100年可能出现 数百亿吨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随着冻土融化而释放到大气中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被冰封在南极下的远古病毒 也一同释放出来 地球的整个温控系统被彻底的打破 在二次平衡之前 地球恐怕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球还会不会适合未来人类的生存 就看我们现在人类如何做了 一份新研究发现 大西洋镜像翻转环流 处于1600年来坠弱 而且正在走向崩溃的状态 如果这道洋流真的消失了 对全球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可能包括美国东海岸 欧洲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 美国东南部飓风更加强烈 将会影响到非洲 印度 南北降雨量减少 以及进一步危及亚马逊雨林 及南极冰盖 最近几个月 人们已经看到了气候变迁 所带来灾难性影响 土耳其与希腊的野火 美国的季风 中国的洪水 欧洲的洪水 都是因为气候变迁 所造成的恶性结果 保护环境 保护地球 刻不容缓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如何应对气候危机 气候灾难 恐怕要成为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的 世界性的话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关注我 了解泰国 了解世界 请不吝点赞地点HS 中档 小峰 中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